你敢有聽到咱的歌 唱出感苦人的苦痛 這是咱有關 只是人這麼多的路歷的心聲 咱的心頂當未定 哪親唱勇敢的鼓聲 夢有一天我出自由的心事名 請你敢著我來欺騙我 我們就才叫你 在那頭掛到天上 是在世界夢中夢霸佛 為民主委出雲改變的過程 你敢有聽到咱的歌 你們可以看到 前面兩岸的表決過程 是顯示了 意識規則的極端不合理 跟不合邏輯 所以才會變成 鬧慌慌的好像 這怎麼表決的 那 我今天如果 按照這個程序規則 我根本沒有辦法提任何的賠償案 因為在這樣的表決之下 也不會過關 也不會過關 因為這個議事規則本身就是非常不合理 但是 作為國事會議的籌備單位 我們總統 司法院 籌委會 大家都說 沒有人反對 可以這麼講 這次司改國事會議議題 人民參與審判的陪審跟參審之爭 大概是 所有議題裡面最重要 應該是最重要的議題 大家都說是重中之重的議題 結果 這麼重中之重的問題 卻在總結會裡面 毫無討論之餘地 我必須要選擇退出 以示我對於支持我陪審制的人民負責 雖然耽誤了大家很多時間 我也在裡面待了蠻久的時間 這是因為我還有另外一個提案 就是税務專業法官的提案 這個提案 我是提案人 我不能不跟所有連署我的委員交代 我不能拍拍一股先跑 去留下這個案子 那誰來提 對不對 我這個提案相當的長 是由我們這一第四分組編號四之一的一個決議說 為提升專業法庭及專補檢察官的專業能力 司法院以法務部應就專業法庭法官及專補檢察官的 延期核發專業政策及簽調配套的予以具體規劃 這一個結論呢 我提案見請再加注 至於關回一 司法院為因應納稅者權利保證法的規定 以民國106年3月13日訂定 司法院核發稅務專業法官證明書審裁要點 並發佈至極意起身項 因所依據的母法就是 105年12月28日公布的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今年12月28日才發生效力 在母法上位生效的前提下 作為執法的上開審查要點自然上位生效 關活二 司法院分合於106年5月10日及6月13日 經由第四次及第五次人事審議 委員會因上開審查要點決議 通過核發行政法院體系 各45位及17位法官的稅務類型專業法官證明書 當然也無法律上的效力 關活三 上開審查要點第四點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十款規定 司法院應在母法生效前予以刪除 關活四 司法院應在母法生效前盡數位限職法官 舉辦稅務專業法官的專業訓練或在職延期 不得逼一六十小時 且數位延期的時數不應紀錄 有關的說明因為我的書面寫得很清楚 但是我需要補充 大家請參考我的書面之外 我要補充理由如下 我們這組在五月十二日當天決議的時候 當時秘書長李太郎也在現場 但是資質不提司法院的審查要點 以及原審會已經在五月十日通過的 這個核併四十五日法官的專業證照 我們是五月十二號的決議 所以當時並沒有去考慮 在決議的時候需要加注 二 後來我們將這個案子丟出來以後 司法院有一個回應 提了一個統計數字 我的說法是司法院的統計數據很難取緝於人 何況這個數據是把地方法院的行政庭的業績 也把它算進去 其中據說 張生新法官和全建人法官共獻最多 可惜 他們的案子判決到了二審 就是到了高等行政法院幾乎都被撤銷 三 既然應用納保法而制定 如何可以違反納保法的規定 只因為是過度規範就可以嗎 請問根據什麼法律解釋方法或原則 可以這樣主張 第四 內部以事務分配有關的人事管理規範 就不必理會納保法嗎 所以是在納保法未生效之前 要先偷渡造成繼承事實來規避納保法嗎 第五 順行合法民事行事特殊專業類型 及行政訴訟專業法官證明書的規範體例 和稅務專庭的專業法官要求不同 因為納保法有特別的規定 抵照辦理也不能取得正當性 何況過期的做法也未必可以適用於未來 第六 專業法官證照如何取得 已經不是內部事務 單純分配的問題 而是法律有第一個門檻的規定 防渡不適任法官的問題 第七 判決都可以批評 司法院人審會的結議是行政的決定 為什麼不能夠質疑它的效率 其實這個案子最重要的就是 納保法的立法原議是要淘汰 不適任的行政法院法官 本來是要就地政法 把這些不適任的 結果現在是就地合法 所有沒有不照駕駛的人 通通取得駕駛在路上跑 這一點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請決議 謝謝 我們下面請登記發言的第一 我們先請機關回應 請司法院回應 李明洪委員請準備 總統 各位委員先進 那就提案3的司法院回應部分 那提案3的第一點到第三點 它是建立在我們這個司法院 合法專業法官 證明書審查要點 它是認為是根據 納稅的權力保護法 來授權的 那麼這個民法還沒有生效 前提之下呢 作為這個執法的審查要點 當然還沒有生效 那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審查要點 是基於司法院的權責 所做的一個過渡性的規範 那等一下我會報告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法規範 定性錯誤的情況之下呢 來認為要加注第一點 第二點到第三點呢 這是司法院不能夠贊同的 那麼就第四點部分呢 這個提案主張說 司法院在民法生效前 要進書會憲職的法官舉辦 所以專業法官在職延期 不得少於60小時 這方向跟司法院規範是一致的 那只是在文字上 我們會有所調整 那至於剛剛 張維園所提到的 這個審查要點呢 在民法還沒有生效前 我們就來訂定 這個是 還沒有生效 那因為納稅的權力保護法呢 必須在12月18才可以生效 那他們授權職法 就同時才生效 但是 12月18生效的時候呢 這些 法官來申請這個證照 還需要一段時間 那在這段時間呢 會發生 沒有取得證照的法官來審查 行政法院的案件 大概三到四成 會造成一個審理案件的空窗期 那為了要這個新制的銜接呢 我們在法制的規範上面 必須要有個過渡性規範 所以我們在3月13號呢 就定義這個審查要點 那麼這個審查要點呢 它在 新法施行之後呢 也就是無法授權的這個法官律 生效的時候呢 它會停止適用 所以這是一個過渡性的規範 那我們在審查要點呢 也是比較現在民事行事 或行政訴訟 在核發專業證明書 這樣的體力來制定的 所以不會有像這個提案所說的 母法還沒有生效 你就先定了 這樣好像沒有經過授權 這是法規範認知的誤解 那因為我們這個要點呢 定性它是一個行政規則 所以不會有這個 提案第一點到第三點 這樣不生效 或者現在所合法的證明書 是無效的問題 那麼第四點呢 跟我們的規範 規劃的那個方向是一致的 只是我們文字上會有所修正 等一下 如果我們那個修正怎麼可以 對 就是我們這個回應說明裡面呢 我們是提議把原來的這個提案呢 修正我們現在的 這四個部分 那連線的劉需 在這幾段話 我再回錄以上 謝謝